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全面是真普选的一个诉求 只是对中国的政府来说 他们这一段时间来 能给的 能放下来的 已经够多了 只是香港的民众感受上 还是天南地北差距太多 到底这样上街头的运动 能够持续多久 还有对香港政府来说 是不是退一步 反而比较可能海阔天空呢 赶快介绍来宾继续看下去 首先介绍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 雄伟好 大家好 资深的媒体人胡绍成 大家好 医务时的学者邱建一 大家好 媒体共和者康仁俊 雄伟好 大家好 君请航矿站总编石校伟 雄伟好 大家晚安 好 有别于星期天 我们看到新闻报道的镜头 烟雾弥漫 大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只隔了一天而已 昨天晚上香港的街头 虽然还是聚集了满满的人潮 但整个过程很明显的平和很多 是香港政府的手段放比较软了吗 先看这个报道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 一国两制下的港人 享有言论自由和示威权力 都是中国其他地区无法抵零 但学联从上周以来发动的和平抗争 却换来警方强制驱离逮捕 学院领导人之一的黄之锋 接受电台访问时 除了抨击 警方手法粗暴 也强调唯有特首梁振一下台 或回应诉求 战中才会停止 警方强力介入让和平战中一戏变调 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 已挖进口罩护身 撑起雨伞 保护自己免受催泪弹 和胡椒喷雾攻击 这起被外媒称为 雨伞革命的激烈场面 震撼了港人和国际社会 一向以稳定繁荣著称的香港 顿时成了警民冲突的混乱战场 也因为示威群众持续占领街道 导致金钟和中环等部分地区停班停课 但即使北京官方放话反对战中 声称有信心港府能一发处置 示威群众至今仍没有退场迹象 好 其实呢 差一天的香港情况呢 感觉呢 差得还蛮大的 香港政府的做法呢 好像也差比较大的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瑞德哥 对 没有错 事实上呢 如果这个香港的民众呢 能够挺过今天晚上5月12点 那么其实在意义上面 他们就赢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挺过了今天晚上12点以后 就是10月1号 就是中共的国庆日 通常在中共的国庆日啊 是不容许有任何这样负面的 新闻跟挑衅存在着 如果按照以前的做法的话 肯定是用非常激进跟暴力的强制手段 立刻就给它排除掉 那就是非常可怕 也是我们不乐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前几天所发生的这个强制驱散的过程当中 不是发射了87枚的这个催泪瓦斯吗 那么跟无数的这个所谓的辣椒水啦 尤其是其中一个这个场景 看了以后让国内外很多的人 看了以后非常的难过 就是把一个老先生把他正面给他拉过来以后 朝着他的眼睛喷那个辣椒水 很多人认为说你可以不需要做到如此的残忍 因为你只要把他给赶走就好了 尤其他是一位老先生 你何必又一定要把他拉过来了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个香港政府的态度 似乎有在改变当中啊 一开始当他87枚的这个催泪瓦斯发射的时候 那时候是用强制的手段 你看你从政报部队的他的 他的肢体动作可以看得出来 这时候事实上所接收到的这个指令呢 应该是用强制的手段排除 接上抗议的这些群众 不过呢 事实上好像刚好相反的这个反效果 因为隔天呢 像昨天呢 昨天那个中午过后以后呢 人群又慢慢慢慢慢慢又增加了 对没有错 那再像今天 为什么今天因为所谓的十一长假开始放假嘛 对不对 假日效应很多人会去看热闹 很多人有刚好放假 就去现场关心一下怎么样 他的效应会扩大 可是好像没有看到催泪弹了 对没有错 为什么没有呢 事实上连政报部队本来封锁的 封锁香港这个金钟这一块 就是第一阶段发生这个冲突的 这个占领这个他们香港的这个地方 叫做金钟啊 连政报部队都撤离 都退了 为什么这样撤离呢 当然有个传说是说 在这个前天的时候呢 本来香港特首梁振英啊 有跟中共的国家主席 这个习近平建议用武力来对付就对 还听说被骂 所以你应该跟香港人这个商量一下 我觉得习近平的说法是说 你应该做得更精致一点 为什么呢 香港这一次的 有关于这次人民上街头 几万人 七万人 八万人 十万人都好 那么多的人民上街头呢 事实上 香港警方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全世界都在全世界都在看 对 尤其是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前几天习近平才在强调台湾是在一国两制吗 对不对 所以呢 香港成了一个样板 虽然香港号称是50年不变 一国两制是针对台湾 那事实上 香港就是所谓的一国两制最好的样板 如果香港变了 那台湾怎么可能有人会去相信你的 那个所谓的一国两制的这个统战呢 所以你如何对待香港 如何如果你用暴力用武力用血腥屠杀的方式的话呢 哇那台湾的话 我相信连年底台湾的选举绝对会翻盘啊 你知道吗 因为台湾人会非常讨厌这种现象 那么在那种状况之下呢 所以有关于这次的处理 先硬突然间软啊 然后呢 本来政报部队 本来吹的瓦斯 本来辣椒水 改派谈判专家去跟他谈 有改过来啦 不过谈判专家 我们电影看过很多香港的谈判专家 那不是谈人质瞎死的吗 或许对跳楼的人有用 对十几万之间一群众是没有用 失败 全部都差语而过 全部都没有用啦 你们都完全谈判失败就对了啦 因为不可能嘛 因为现在香港的这个民主派的人士呢 他加码了 本来他的诉求就是说 你必须让我有这个合法 合理的一个集会游行的空间 不可以随便给我们取缔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香港特首梁振英下台 那现在再加码 要求中国人大收回他本来的那个成命 你知道吗 你们不能要经过你们同意的这个香港特首 再交由我们一人一票去普选 那哪算真普选 那是假普选 所以这种状况下 更让我们值得注意的是 国际的舆论 那英国呢 本来照理来讲 英国发言权是特别多的嘛 因为香港本来是他管的嘛 是他交回去的嘛 他一定挺香港对不对 不过钞票更重要 200多亿美元的钞票 李克强带到了英国去的订单 所以我在想 这个本来早就准备要嘟他们的嘴了 所以英国目前为止 所讲的都是那种 等于说磨刀两面光的话 尊重香港人民的选择 希望能够在法治 香港的这个价值在法治 所以两边等于废话 讲了半天等于废话 这是用200多亿美元 去堵他的嘴就对了 那么美国当然也讲话了 美国是说 要尊重香港人民 追求民主 追求自由 而且他们 应该要享有真正民主普选 真正普选的价值 美国支持 美国也把这个 等于说立场的告知了中共 不过中共当然不会理会 真的 一定 因为中共 昨天的两场记者会 一场直接就讲了 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对不对 怎么好像常常这样子 其实就讲美国了 那另外一场记者会就是 中共的国台办呢 他们的港澳小组 直接告诉 直接告诉全世界就是 我们支持梁振英 支持他依法施政 依法施政听起来 好像我们的总统 马英九常讲 依法行政 意思就是看着办 你知道吗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不过因为明天香港 本来在维多利亚港的 这个所谓中国的 十一国庆的烟火 已经不放了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可能他们现在采取的是 如果拖过十二点了以后呢 我相信依习近平他的智慧 他不想血腥暴力的话呢 不想血腥来这个驱散的话 他就用拖字绝 什么叫拖字绝呢 就用拖的方式 让你们这些罢工的年轻人 学生 老师 民主派人士 用时间的方式呢 慢慢慢慢的把你们能量 消耗掉 而且今天开始 梁振英已经开始用 人民其他老百姓 他的名声的不便 测垃圾没办法收 到处凑的要命 温情诉求 对 然后孩子没办法上课 没办法上学 没办法上班 连提款机的钱都没办法 更换都没办法理 用这样的方式 另类的想办法 来打击这些民众 让他们自己自然而退 好 这一次战中的行动 可以感受得到啊 这个呢 香港的民众好像把矛头 都指向了他们的特首 梁振英 如果呢 像刚刚来宾讲的 还有这些媒体报道的传闻 是真的的话 那对梁振英来说 对上要被习主席痛骂 对下又被香港的人民讨厌 会不会这个特首 现在也处境太困难 太惨了一点吧 都这么不得人心吗 人居 对 现在梁振英被人称为 叫做3D的这个特首 3D 为什么讲3D 不是这个ABCD的D 不是那个D 3个东西都很低 得票率低 因为当时呢 他的获得这个得票率 其实不到55% 所以人家讲到得票率低 这个声望低 还有支持度也很低 就都很低就对了 对没错 所以这一次你会看到 战中行动他们这个联盟 所发出的这个声明 最重要就是希望这个梁振英 他可以什么 可以下台了 就不需要就是留在这个 特首的这个位置上面 所以从原本是讲说 先要真普选了 然后连带牵托到他 要他先下台就对了 没错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声浪 你会看到梁振英 其实他面对这个 所谓媒体的询问的时候 他是并没有正面的回答 但是他讲了一句 他说如果现在要弄这个特首 或者什么 可能会什么 可能会影响到 后面政改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他也要接手岗位 因为他是讲说 这个后面会影响到 所谓特首这个选举的部分 那意思就是说 感觉上好像他如果下台的话 后面其他东西就都不用玩了 那再加上呢 其实北京当局呢 之前也有发布声明 就是讲说 他们绝对香港 支持这个所谓香港特区政府 那这有上头的支持 他就可以放手做 那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那你梁振英在这个世界里面 你应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感觉上 之前不管是什么样的传闻 都出来了 好像就是北京都是支持你嘛 不过呢 在最近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就是说香港媒体的报导呢 跟这个所谓的 北京这位 或者是中国大陆的媒体报导 似乎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怎么说 因为像香港媒体报导呢 他们其实都会讲到 就是都会提及到说 似乎好像是北京当局 对于这个香港政府 这边要施压了 而且所以你看之前还传出来说 在深圳那边呢 都已经有所谓的解放军 都已经准备好了 他否认啊 他说没这久没吃啊 而且很多时候呢 都一直在传出什么 说不排除呢 可能会用武力镇压 大家甚至都把六四天安门 这个事件拿出来作比拟 很多人都在讲 那他一定被骂死了 对那结果就有报导呢 传出来讲说什么 传说呢 其实这些东西呢 都是有一个人建议的 那个人呢 不是习主席 而是呢 梁振英 就是他自己建议的 对报导里面就讲说 接下来这个十一国庆 长假要到了嘛 那长假要到了 总不能让香港这样动乱 让大家都看这个中国的笑话 所以他就建议这个北京当局呢 应该可以用武力来镇压 这个作为占中联盟 他们这样行动 会不会太白目了 这太夸张了吧 对那但是这个同样的报导里面 也提到一件事情说 这个报告呢 一送到习近平那边 习近平非常的愤怒 而且直接就否决掉他 不过以我个人 这个从事新闻工作来看 这个这个报导 基本上有一点操作的手法 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 习近平是想走 梁振英走 黑锅他背 黑锅是他背 黑脸他半 那好人是谁呢 就是习主席 北京当局就是好人 所以你看看 不管在什么 可是大家也都知道 你为什么讲这样子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他其实是个傀儡 他有什么权力 能够做出一切的决定 现在你就会看到 如果那个报导 是属实的话 那就变成说 原来坏人坏事 都是梁振英做的 那北京当局都是好人 反而劝梁振英 要听听香港民众的声音 那当然这样一个报导 因为只有一个媒体 写出这样的一个报导 不過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整件事情上面 不管是香港特区政府 或者是北京政府 其实在这里面的 扮演的角色 还有他们这个 所在的发言之后 其实都有一点点尴尬 真的是还蛮尴尬 但是呢 现在呢 对中国来说呢 虽然有香港的 占中问题 不过要强调就是 十一的这一个国庆日 加上他们的长假期 就要开始了 对中国十三亿的人口来说 辛苦工作了大半年 等的就是这一个星期 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 所以可想而知 大众运输交通工具 一定是满满满 还有所有呢 想要做生意的商家们 也都要好好的 做好万全准备 狠捞一票 不止中国 连韩国也要狠捞一票 没有错 十一长假呢 他们预估这一次大概 会有6.44亿的人口 在中国大陆移动 6.44亿 就一半了 你可以想像 一堆蚂蚂蚂熊兵 在整个大陆上移动 非常可怕 所以奉许各位 从今天晚上开始 到下个礼拜 没事不要去中国大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正好在 正好在整个大移动 板块大移动 那你去不是送死 前进一步退三步 对没有错啦 那何必跟人家去挤 在这个时候呢 那过去其实有三个长假 什么叫三个长假 除了十一长假之外呢 五一劳动节有个五一长假 那春节的时候 还有春运 那春运最有名 所以呢会塞车 塞车塞得很严重 那么过刚刚讲的 本来有三个 那现在剩下两个了 现在剩下个春运 就是春运 然后过年的时候的春运 跟现在的十一长假 本来的五一劳动节 现在说比方说 七天缩短为三天 所以就没有大幅度 可能有出去玩 但没有办法大幅度的这样子 返乡过节返乡过年 那么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春运的时候呢 是为了要回家过年 那十一长假呢 就是单纯的休假 就是去玩 就是去玩 而且呢到哪里去玩呢 过去我们曾经给大家看过 那个万里长城 挤到都没有办法动 你知道吗 就算匈奴来 都没有办法攻占 也进不来就对了 因为挤得穷枪铁壁嘛 对不对 所以人挤到那么多 但是中国国内自己本身 来了那么多人只进城了 大多都是人就对了 那国外也是一样 那今年有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说 今年因为这个香港 他本身在占中嘛 占中变成占香港嘛 对不对 所以到后来啊 香港本来照理来讲 在十一长假的时候 会挤进去很多很多人 逃过一劫 现在就反而 少赚钱 但是品质不会那么烂 挤进来的话 整个香港全部都完蛋了 你知道吗 然后可是啊 这些人他总是要有地方出去啊 那么因为他们过去 会去日本 那因为钓鱼台事件 他们叫钓鱼岛事件啊 所以呢 少只有很少数的人 愿意到日本去旅游 民族情节 就没有错 北京去日本花钱就对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 他们不去日本 那当然来台湾的 这个团跟自由行 也有啦 但是因为受到人数限制 那往哪去呢 结果现在呢 反而因为 因为这样子香港得利 不是香港得利 韩国得利 韩国得利 韩国有什么影片啊 最近这些年来 都教授 在早之前的大长津 对不对 这些就赶快 甚至于他们还 如果你跟这个都教授的人行立牌拍照的话 上传网路可以送给你多少购物金啊 还可以这样子啊 做一种行销 韩国用这种方式来行销他们 那你到韩国去 你看 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猫熊人 对不对啊 猫熊人 每个打碗成猫熊人 然后呢 欢迎你 就是欢迎路客 大陆就是 中国大陆就是猫熊 是他们的国宝嘛 那用这种方式来欢迎你 那当然很简单啊 不管民族情节怎么样 先赚钱再说 你消费的土豪消费能力高啊 尤其是这个长假 这个时候不赚代何时啊 你听过那个中国大妈 对不对 黄金一卖 黄金一买几顿的 嚇死人啊 我们买一公斤都怕死人啊 对吧 那他们是几顿的 我们结婚的时候 有记得年轻的时候 有人结婚的新娘挂黄金 是黄金盔甲 你知道吗 那如果是大妈的话 就挂成这个样子 黄金这样挂了几公斤这样出来了 这还出得来 因为他们土豪就是有钱 对不对 所以呢到韩国去 就从韩国所有的警队 中少的丢 十一长假的黄金周 七天的假期里面呢 韩国准备好了 到处我准备好了 就是要捞你这一票 赚你这个钱就对了 那除此之外 那个百货公司啊 保养品啊什么 都是这个样子啊 除此之外 韩国还有一个 全市举市无双的一个行业 等候赚十一长假这一票 什么行业啊 整型啊 这整型 整型啊 韩国人还不错 整到中国啊 早在几个月前 韩国 比如说他有个江南道这附近呢 500家的整型 整型的那个 医疗美容的整型公司啊 都已经预约爆满了 已经满了 你现在才去的话 没有没有了 500家满了 不是自己的客人 是中国客人 都已经满了 中国客人都满了 他们就趁这个等于说 十一长假的时候 来这个地方 磕磕双眼皮啊 隆隆鼻啊 回去变另外一个人就对了 胸部就up up 这样子 屁股还要雕塑一下了 他们需要时间嘛 需要时间修护嘛 雕塑嘛 对不对 所以呢没想到十一长假 竟然意外替韩国 他们的整型 这个市场呢 造成了空前的盛况 真的是这样也可以啊 但是我们讲说 别人的钱要赚 生意要做 但是该花的钱 自己也要花 先休息一下 待会就告诉你大家 南韩现在在国防工业上 已经决定就是 买美国的高档战斗机 F35 而且希望能够 越快交机越好 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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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打造他们自己的隐形战斗机 笑语哥 的确 韩国他们在发展他们的航空工业上面来讲 所花的钱 用到的力道 真的是让我们台湾非常的汗颜 真的差这么多 以前是在我们后面 现在已经远到看不见了 真的 就如雄伟所说的一模一样 以前我们那时候发展FCK-1金国战机 做出来的时候 是整个西太平洋地区这些国家的 可以说是站在牛 最前面的位置 结果现在韩国三下两下 把我们超过去了不说 现在我们已经在后面 根本看不到他后面 怎么可以差这么多就对了 真的 那他们这次的时候 为什么要买这个40架F-35 其实说穿了 北韩的空军有多厉害啊 北韩空军大部分 有算刚刚电影拍的这么夸张吗 那个是米格29 北韩空军还真的有 但是北韩空军的米格29 是很早期的 然后也没有经过什么性能提升 整体的战力是很差 后面追的那个是F-15K F-15K还要去追他 根本早就在试剧外 去发射飞弹把他打掉 所以拍电影 对 拍电影 对 没错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 南北韩的空军的实力 其实根本是不对称 非常悬殊的 但是为什么韩国 还要继续在开发 他们的这个新的KFX战机 跟买F-35战机呢 因为说穿了 其实韩国它自己本身 它在对外的这个关系的经营上 它并不把北朝鲜 也就是北韩 视为唯一的假想敌 甚至于它从过去到现在 以及未来 它一直认为 它的实力要能够跟 日本的这个海上 跟航空自卫队 至少要有它一半的这个实力 我们甚至于现在可以看到 基本上韩国的空军 跟日本的海 那个航空自卫队相比 基本上来说 已经可以说是毫不逊色 那现在他们除了 就是说他们自己本身 要做KF-3 那个X3机 另外他们也要买40架 这40架当然啦 他们是要买F-35A 也就是传统起飞 传统降落的 就是美国的空军型的F-35 因为这个飞机 外销的数量也最多 所以它韩国 加到这个计划里面的话 它基本上可以 把这个计划的总成本 再压低一点 也就是说 甚至于落马线 最新传出来了 这个F-35 对不对 未来渴望降到 8000万美金一架 哎呦 再降价就对了 因为本来是1亿多嘛 对 那这样的话 可以渴望 这个总价值在下降 这样的话当然 可以让更多的国家 有可能负担起F-35 那当然F-35战机 它的战力到底在哪里 我上个礼拜 去看这个F-22 说真的 哇非常的震惊 那F-22有个动作 就展示给大家看 它的这个武装的挂载 它这个挂载在哪里 它这个飞机冲过去的时候 这样从面前冲过去的时候 把它的炸弹舱 打开给大家看 所以它的炸弹舱 它跟F-22很像 其实就是挂在这边 还有肚子底下 跟那个侧边 那当然它的载弹量 目前看起来 应该是F-22的一半而已 哦 当然比较小嘛 对 因为它只能打 这个两个空对空飞量 跟两个空对地的武器 但是呢 即便是如此 它基本上 由于它本身是一个 逆宗的构型 所以别人都看不到它 那除了F-35之外 我跟你讲 韩国其实还蛮有雄心的哦 它还要开发它的 KFX战机 因为它KFX战机 它的左眼也是在 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逆宗战机上面 就是要隐形就对了 对 它的外形看起来 我们会觉得 好像是跟F-22超很凶啊 超很大 头这么大一个 这是角度问题 当然这是因为 它是用一个广角的视角 但你看 它其实目前来看 它还是一个单发动机的概念 那像F-22 它是一个双发动机 所以它的这个性能 它是希望 韩国是希望 这个战机未来做出来 能够介于F-22跟F-35之间 这么高档啊 对 也就是希望成为 未来韩国的 下一代的这个主力战机 就是等于说是 注重那个制空战机为主 那当然你说 它这个做出来以后 未来你说韩国的F-35 就算现在买 什么时候能够服营呢 韩国人是说 2018年到2022年之间 就可以开始程序服营 这么快 我个人觉得 这个问题可能很大 为什么 因为现在 还有2000多架订单 要等着消化 你根本还轮不到就对了 你现在下定就要排队 对啊 你现在韩国 签这个约40架 当然前面 日本也才刚买 所以韩国今天这个单 我刚刚前面讲到 韩国在对外的假想题上 并不把北朝鲜 也就是北韩 视作唯一的威胁来源 它其实相对程度 还很视日本威胁来源 所以你看 日本买了F-35 它也要 它当然也一定要买 而且日本 他们现在要发展新神 所以韩国也要发展KF-X 基本上来说 北朝鲜对于韩国来讲 根本就是杀鸡用牛刀 这些东西杀鸡用牛刀 但是对付日本 才要动枪动刀 动真家伙 那就是KF-X跟F-35 才是未来 要跟日本去一较长短的武器 好 所以看到国防军武 买的是这种高档的 这种军事战斗机 但是对韩国的大学生 一般的民众来说 你其实就是去便利商店 买一包零食 你可以吃得很开心 就是生活的小确幸 偏偏大家爱吃零食 一定都有这样的经验 这么大一包洋芋片 打开来当场削一半 里面到底是买洋芋片 还是买空气 都分不清楚 所以就有韩国的大学生 蛮无聊的 但是他真的帮大家出口气 做一个科学实验 来证明这些商人 为什么要灌这么多空气在里面 此刻在吃了洋芋片 然后在看挑战行为的朋友 请先停下你的动作 你看一下你手上那一包里面 你到底买的是空气 还是洋芋片 这真的大家常常会纳闷 很多人都会想说 奇怪 我买的时候 怎么看起来碰碰一包 然后打开了之后 发觉 它整个包装的内容物 整个占的比例 只有三分之一 我过去的时候把这样的食品 叫什么叫 叫碰风食品 就叫碰风食品 对 因为它里面灌了很多的氮气 灌氮气 那有另外我会说 为什么要灌氮气呢 当然就是业者的说法是说 因为他们在运送过程中的时候 怕这些像有洋芋片 像这种 或者卡里卡里 压坏 压坏 那也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个鬼 我跟你讲 其实有没有 它本身来讲有没有 它就是为了什么东西 当然你说运送安全 那是一个考量 另外其实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说穿了 它就是在赚钱嘛 赚大家的钱嘛 就是你要碰风 你不要碰这么夸张 碰了这么大一包 吃下去剩这样 是啊 然后也因为这样的碰风 所以韩国一些大学生就讲说 不能继续让你碰下去 那怎么办呢 它就准备了 买了160多包 像这样子的碰风食品 然后把它煮一煮之后 煮成了一个像是那种 橡皮艇这样子的东西 你说把洋芋片 它就买了一堆洋芋片 变成一艘船 真的还假的 它真的可以做人 结果它就试得要横渡汉浆 有没有这么有空啊 做着洋芋片 还去横渡汉浆 那饿的时候 还可以就拆一包来吃 你拆的话 大概就沉下去了 不过各位看一下 由此可证明一件事情 说这些所谓的碰风食品 真的这么严重 它已经灌得太多了嘛 要不然你想 两个男孩子 你用160包的这样子的食品 你就可以组成一件 你就可以当船 就可以救生 而且你知道它划了多远吗 划了900多公尺 就是真的是横渡 横渡啊 就横渡过去 虽然中间有几度的时候 有点危险 可能会翻船怎么样 不过还是很安然的 两个人就要滑道 滑道之后呢 大家在想说 原来有没有 你们把那里面的灌气 灌得太多了 不过台湾的商人 你也不要在那边笑 你看韩国视频 这个样 乌鸦笑竹黑 其实都一样 我昨天就买了一包洋芋片 我说真的 我打开来之后 超然 超级的这样的感觉到 非常的失望 为什么因为东西 只有那么一点点 真的是还蛮奇特 但是我们看完 有趣的科学实验的话 还有比较惊悚的呢 就是所谓都市传说的一个部分 这是英国的媒体跟报纸啊 最近的几天呢 做的一个报道 声称了有不少的目击者 还不是一个哦 是一些目击者 声称他们真的有看到 就是一个小女孩 然后转过来的时候 就是一片黑 没有眼白的 这样子的一个传说 到底是真是假 现在在英国反而 引起一阵讨论哦 文君 最早这样的一个传说 在英国的话 可以赚钱追溯到 1982年的时候 这么多年前 基本上我们每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 有很多种不太一样的职业 比如说您就是主播 然后主持节目 那有些人呢 就警察消防员什么的 但有些人专门调查 超自然现象 这也是一个工作就对了 那有的人会投入 超自然现象呢 是因为他可能是 因为他自己曾经遭遇过 或者他对这个有兴趣 或者可能他有特别的想法 这里面最接近这种工作应该是邱老师 是 没错 那这个呢 是有一个 在英国有一个 他是做这个超自然现象的调查员 那他曾经讲过一件事 他说在1982年的时候 那时候他其实年纪还不是很大 那有一天呢 他走在森林里面的时候呢 突然听到一个尖叫声 这个尖叫声一尖叫的时候 他一听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你知道吗 他就开始找找找 左找右找都找不到的时候 突然想到 该不会是在我后面吧 这时候他一个转身呢 就看到一个大约六岁的小女孩 差不多六岁的小女孩 这时候他污着他的双眼 就这样遮住 那遮住的时候呢 他当时以为说女孩子 可能小女孩嘛 那可能看到了什么东西 他害怕而尖叫 这时候他就想 他就告诉人家说 他这时候想要过去安慰 那个小朋友的时候 没有想到那个小朋友 把这个手就这样 缓缓地放下来的时候 突然看到他的眼睛 就是你刚刚所看到 那么多照片里面 一般的眼睛应该会有瞳孔 然后旁边应该会有眼白 眼球的部分 结果您看到画面上面 你有没有发现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全黑的 没有任何的瞳孔 那不吓死了吗 没有任何的眼白 对 那讲外国人的眼睛 应该都是有很多 颜色对不对 蓝色或什么的 没有 以这个传说来看 你会看到都是什么 黑色的眼睛 那不是三十年前的事 三十年前的事 就没有想到最近 英国的这个劲爆 他又开始在报道 又报 又讲说也是在英国 有人一样走在这个地方里面 听到一个尖叫 那小女孩应该也四五十岁了吧 没有 这个故事的小女孩 看到的是大概十岁左右 还是这么小 那一样是在演面 结果这个故事里面 跟三十年前的这个讲法 是一模一样的 他也是走近的时候 就发现到说 他把手放下来 一样是像画面上这样子 这真的还是假的 会不会是恶作剧 这样有那种瞳孔很大的那种片 那我们先讲 这个之所以讲说传说 传说就很难证明 对不对 那有些人认为说 这样是活生生存在的人 为什么活生生存在的人 因为基本上 比如说像白子 白子也是嘛 就是他整个身体 是因为他是 因为突变的关系 对那所以呢 有没有可能 真的有人的整个眼球 整个都是没有眼白 只有黑色的部分 似乎应该也有可能 对不对 但是在传说里面呢 也有人开始调 就是有很多的 不同的想法 有人甚至说什么 他搞不好是吸血鬼 那搞不好是什么幽灵 搞不好是什么恶魔 反正很多的传言呢 通通都有 不过根据我刚刚讲的 那个1982年 那个超自然调查员呢 他的看法认为 在报道里面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倒是讲说 他认为那应该是一个 活生生的 是真的人 因为我在1982年的时候 他有经历过 就亲眼看过 这个人 原来是这样子的 一个都市传说 但我们讲说 这样的传说故事 总是真假难辩 不过你要是现在 去问到俄罗斯的 这个大总统普丁呢 他就会告诉你 看这种传说故事 不如好好的练兵 最实在 只不过呢 现在呢 俄罗斯他练的 不只是兵而已 不只是阿兵哥 还练了一群海豚 而且这群海豚的指挥官 直属直接听命的 就是普丁大总统 会不会太神奇了 下一个 没错 其实海豚用在这个 那个作战 或说是用在军事用途上 也不是第一次了 那当然 这一次这批海豚 怎么来的啦 我们都知道 三月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克里米亚 喉咙就被俄罗斯给占领 应该说是收回了 很轻松的就拿回去了 对 那当然 再收回去以后呢 原本在那个克里米亚这边呢 那个乌克兰海军的 这些海豚部队 就被 就一并就交回了 当然就通通接收 他们原本是乌克兰人 马上就变成俄国人了 对 而且这些海豚 其实还是当初 美军协助训练的 还让人家 这个死对头 帮你先练好了 太好用了 对啊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因为其实 当初美国 他很早就在 建立这个所谓的 海豚部队 因为美军发现 这个海豚 在水里面 去找这个水雷 或说是找这个 这些爆炸品的 这个能力特别强 因为 就看像这张 因为那个海豚 他基本上是利用 他发出声音 嘀嘀嘀嘀嘀嘀的声音之后 他去 他头上就像有个声纳 然后可以去回收 这些声波 然后从 听到这些声波里面 去测定这些 包括像那个 水雷啊 或水底的炸药 因为水雷其实是一种 极为复杂的这种东西 我们从小看到大 那些战争电影里面 描写水雷 好像都是一颗 用一个描链 浮在水底下 还有一个水雷 在那边浮在那边 然后你船经过的时候 爆炸就爆炸了 其实现在水雷 更为精密 他有些人是所谓的沉雷 他就是说他丢下去以后 他沉在海底 然后等到有船 从上面过去的时候 会触动他的隐性 让那个水雷爆炸 对这个 这个很厉害 危险性更高了就对了 对 然后那也有 当然最原始 我们刚刚讲那个 就是浮在那边 那个变飘浮水雷 也有可能 然后另外呢 像海豚 他就可以利用 他身上这些器官 他真的要变得是 阿兵哥一样 对 特别你看 像海豚这一块 其实就是他 类似像我们讲的 那个军阶上面 有时候你如果抱着海豚的话 你千万不要用手 去拍他的头 真的啊 你拍他的额头 你就好比在这个 高晶面那个雷达天线 拿砖头去砸 对 是这样子 那当然 美国他们那时候 试验这个海豚 去从军 就是说去找这个水雷 也不是那么顺利 这些海豚游到叛变 比如说游下去以后 本来应该去找水雷 他们太聪明了 就不见了 就走了 就落跑了 对啊 所以他那个时候 美国做也不是很成功 其实俄罗斯很早 就了解到这个 那个动物 在战场上的价值 他们在二战的时候 对不对 那时候那个德军攻进 俄罗斯的大平原 那时候那个俄罗斯部队 就用了一种生物武器 对付德国人 什么武器 叫做地雷拳 啊 狗托着地雷就对了 他其实就是训练 那个狗对不对 身上挂两个炸药 然后看到那个德国战车 对不对 就冲过去 然后那个炸药 那个炸药就会爆炸 这也太没人性了 但炸了几辆德国战车之后 德国就看到 有狗就打 真的啊 从以前到现在 可以说是相当多 那海豚是现在 在那个 我们特别是在水下 找水雷的时候 一个重要力气 但是当然啦 海豚你这个不可预测性 又太高 对不对 因为海豚真的太聪明 那如果说 他今天知道了这个 原来你要他这个 去找水雷 然后去除雷的方式 会让他自己送命的话 他就给你跑掉 他就给你那个叛变 所以当然 现在俄罗斯这个海豚部队 说真的 你知道他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吗 就是普丁 就是普丁大总统 这个部队自从从这个 克里米亚手中的乌克兰海军手中 接收过来以后 对不起 就成为直属 这个俄罗斯的 普丁大总统的直属部队 这样感觉好像在玩宠物一样 但是我们讲说 动物大军呢 虽然感觉这个故事很稀奇 但不要忘记 有时候对于历史文化的探索呢 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议题 像是呢 大家不要觉得说 我们老是去看 这种文艺复兴的 这些大文豪门的作品 好像呢 才是呢 吃过洋墨水一样 其实对英国人 对欧美的这些民众来说呢 对于要探究中国的文化历史呢 也是非常有兴趣的 现在呢 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呢 就呢 筹备了非常久的时间 开始展出了这个呢 明朝盛世的一些 这个文物展览 其中呢 有一个真武大帝的像呢 号称是他们 搜藏多年 第一次公开亮相的压箱宝 一定要邱老师 好好介绍一下 没有错 其实在现在的这个大英博物馆 正在办一个非常有名的展览 据说在当地 引起很大的热潮 这个大明王朝呢 不是我们随便讲讲而已 这个老外也爱看的 尤其是这档展览 展出280件文物 这280件文物 分为五大主题 这个有瓷器啦 有衣服啦 各样东西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 它还展出一些 过去从来没有 对我展出的东西 这就有趣了 这就有趣了 放这么久都不展览 连我们都没看过 真的啊 居然在英国被人家看 你看这种感觉 亲和以看 不是吗 对不对 那这次展出了这个文物当中的话 其中有些东西很珍贵 那为什么呢 跟各位解释一下 其实英国策判这档展览的话 其实他们真的是用心良苦 为什么呢 明朝历史很长 但是我们这边 大家记得是明朝很烂 但是明朝确实一段 是这个蛮好的一段时间 从什么时候呢 从明成主永乐时期 到明英宗的正统时期 这个时候的明朝 算是还挺好的 就真的是盛世 对不对 这个时候的话 还是中西文化交流 最密切的时候 所以其实如果讲到明代的话 这段时期还OK 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次英国人办展览的话 就选这一段 从明朝的盛世来办展览 所以其实这次写的是很正确的 而这个就是展出的文物之一 文物当中的东西 那展出的东西的话 包含瓷器 包含衣服 服饰 各式各样的东西 其中包含了 这一件大名鼎鼎 英国人讲座 从未展出了真武大地像 那为什么这些东西 一个神像就对 一个神像 那可能对我们来讲神像 这英国人 这个见识不够广 我们大街小张都是神像 我们到庙面拜就是神像 你进去看一排都是神像 这什么了不起的 不是吗 对不对 可是英国人特别跟你讲 看仔细咯 看仔细咯 这个神像 可不是一般的神像 为什么呢 因为他留了长头发 留了长胡须 更重要的是 他身上还穿了铠甲 而这点最了不起的 为什么呢 这边铠甲上面有龙的花纹 你什么时候看过 神像身上 长这个龙出来的 这个龙再仔细数一下 五爪金龙 这下是不得了的 为什么呢 各位知道 这个穿五爪金龙 这个铠甲的人是谁呢 他说各位 这是皇帝嘛 对不对 不是神像 是神武大帝 所以这皇帝呢 后来英国人进一步研究讲 说告诉你 这个神武像 这个所谓的神武大帝像 其实就是 明成族永乐的雕像 为什么啊 明成族永乐把自己刻成 明朝的永乐皇帝 就长这样子 就长这个样子 就长这个样子 这厉害吧 对不对 那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呢 其实有另外一个故事在里面呢 因为明成族永乐皇帝 他其实是个叛变的皇帝 简单来讲 他原本不是干皇帝的 是他侄子干皇帝 他不守他侄子干皇帝 自己就起兵造反 把侄子给轰下台 自己当了皇帝 当然就要叛叛叛 对不对 所以在这过程里面的话 这个永乐皇帝的话 据说跟当时很多人的话 都是为敌 而他在米平叛叛的过程当中 我们永乐讲说 我就是获得 整武大帝 玄武大帝的庇佑 所以我才能够扫荡群魔 原来有这样的 有个渊源 那有个问题是 他为什么把自己做这个样子呢 其实这也不能怪永乐皇帝 因为其实中国的佛教 不只佛教 中国的道教也差不多了 中国的佛像 其实是唐代皇帝的长相 中国道 都是用皇帝做长相 我们在那个庙里看到什么 释迦摩尼 看到那些 其实都是唐代皇帝的长相 唐代的帝王之相 不然你看看 佛教来自于印度 印度人是不太胖的 不是吗 对不对 可是到了中国以后 每个人都肥起来了 为什么呢 唐代的帝王之相 那中国的道教的 那个什么 那个雕像的话 其实是北宋皇帝的长相 其实概念都一样 其实概念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北宋皇帝 信的是道教 唐代皇帝信的是佛教 所以这个时候 在制作这些时候 就按照皇帝的长相来做 而我们这个 名称中有了皇帝的话 其实他还蛮冤枉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佛教 已经被唐代做了 佛教被唐代做成那个样子的 这个道教 被北宋皇帝做了 他只有做了一个而已 其实他还蛮冤枉的 但是重点是 他真的是皇帝的长相 这也是为什么说 英国特别介绍他的原因 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一个呢 其实大家呢 对台湾来说 真武大帝的这样子的神明 其实台湾应该也是蛮熟悉的 因为他就是玄天上帝 不要说刚刚讲说 永乐皇帝呢 就是好像说真武大帝上升 才可以打胜仗 电影里面 黄飞鸿也用他做梗 来对付白莲教 还记得这个片段吗 一起先来看一看 真武大帝服侍弟子金身 神功不停 大仙灵魏 不要想过 天天到 你啊 真武大帝在此 弟子九宫速来拜见 大胆九宫竟敢借我法身 亵渎圣坛 不知小辈 上热天堂 下扰名声 让凡座把兄弟 看不出来 我就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圣坛 所以原来呢 真武大帝呢 真的就是形象呢 就像武将一样呢 上战场就是功无不克嘛 台湾的民众呢 一般来说 拜官老爷啊 拜菩萨或妈祖娘娘 其实玄天上帝也是还蛮长 地位也是蛮高的一个神明 对 他其实地位很高 其实呢 这个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各有神明 而真武大帝就是玄武大帝 其实是在北方的神明之一 那其实呢 为什么说 他跟后来的所谓的武功啊 强壮 你看看黄飞 我那个片段 你打来打去就有点关系嘛 你刚刚那个讲永乐皇帝也是啊 皇帝也是这个样子啊 都是要他们附身 都是他们附身 为什么呢 其实很有趣 这个故事最早最早开始 要最后到中国北宋的时候 中国北宋的皇帝 第一个皇帝 宋太祖赵皇帝 这个皇帝 其实他这个皇帝 是个平民皇帝嘛 对不对 你想想看 身为一个平民皇帝 你想要这个起兵造反 然后还要说 我说这个打圣章以后 还要跟大家讲说 我就是天子 你一定要信我的话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些神话的过程 让他可以这个显示说 他跟别人不太一样 而据说这个真武大帝 或是这个玄武上帝 玄武大帝 他之所以说跟皇室结缘的开始 就是从北宋的这个 照光应时期开始的 我们知道玄武的形象 是一只乌龟跟一只蛇 龟蛇蝉斗 就是这个玄武的形象 而据说赵光应有一次 带兵打仗的时候 原本战事不太顺利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一个月黑风高 也然好一个晚上 他突然看到了 一只蛇跟一只乌龟 啪 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 你知道他看到了 代表什么 知道吗 神的 这个神灵在指示这样子的 而他因为这个样子 看到龟蛇蝉斗 所以就在那个当场 就盖一间庙 盖一间庙 那这个庙的话 因为龟跟蛇 就是所谓的玄武 对不对 就是真武 所以他就把 真武大帝供奉到那个地方 而这个时候 所谓的龟蛇蝉斗的形象 因此而出现 从赵光应时期开始 就是从他这个皇帝开始 这个时候 他是在打仗 正在起兵 这个作乱的时候 所以后来 他打赢了胜仗 最后他就变成是 那个所谓的 这一个真武大帝的 一种化身 所以他就第一个开始 所以其实神明的 这个显灵 或者是这个神明的形象 在整个皇帝的历史当中的话 都有它的价值存在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必须用 借由这个故事本身 来告诉你说 他跟你是不一样的 这才是重点 这个是重点 不然人家怎么服你 不然你怎么讲呢 那久的例子来讲好了 像是玄武大帝 就是我们这个真武大帝 他最重要的事 就是北方的水神 那就是说 过去在明代的时候 在清代的时候 每次皇宫闹火灾的时候 这皇宫后来 这个火灾 洗灭之后的话 那个皇帝都会宣传说 玄武显灵 为什么呢 因为是水神嘛 喷水这样子的 所以才把火给灭了 这个火就给灭了 这样子 想想看 像你就殉弊了 为什么呢 像我们这个火灾的话 只能打电话 叫119叫消防队 殉弊了 对不对 他们直接找神明 上面的神明就要显灵了 所以这就是一种神话 那会怎么变成道教了呢 这个其实也比较道教 因为这个说法讲说 其实真武或是玄武 原本就是道教的 这个诸神明之一 那这个诸神明之一的话 它原本地步不是那么高的 我刚刚讲了 刚刚那一个 所谓的赵宫义的故事 才把他给恐高了 所以从宋代以后 从宋代到元代 到明代到清代 他的地位 向来都是这个道教的 这个诸神当中 地位最高的一个 很高的一个 那重点是 他不但地位高 而且他的形象 还跟这个军事 跟帝王之相 他会结合在一起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刚刚看 黄飞游那个片段里面 会跟他结合 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边就让大家 来认识一下 这有趣的历史故事 可是红到英国去的 再来呢 是历史上的今天 一起看看 盛竹如说新闻 要告诉大家 是当初国民党政府 整天派特工 去暗杀人的一段秘行 一起看看 历史上的今天 1938年9月30日 中华民国的第一任 国务总理唐绍仪 遭到国民政府的 特工暗杀身亡 虽然说国父推翻满清 创立民国 但在初期军阀格局 纷争不断 中国还是处在一个 十分混乱的局势之中 而唐绍仪 虽然是读书人出身 但是在从政之后 深受袁世凯的赏识 在民国建立后 也成为第一任的 国务总理 地位好比今日的 行政院长 而后来 在国民政府的体系下 唐绍仪追随孙中山 一路也都担任 部长级的机要职务 无奈对日抗战爆发后 当时已经退出政治圈的 唐绍仪 由于在上海沦陷后 仍然坚持居留在上海 不随着国民政府撤退 因而遭到国民党 军统局特务的严密监视 并且发现 他和日本土肥园方面 有过多次可疑的往来 于是认定 他已经叛国投日 国民政府于是下令灭口 由军统局的特务 假冒古董商人 进入住宅中 将其砍杀身亡 当时年八十岁 不过由于唐绍仪 是否辩解的市政并不明确 所以这起事件 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当年军统不知暗杀过多少人 包括暗杀汪精卫在内 这本书 有一段古董商 辟此唐绍仪的内容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说真的 陶太郎 也就是李本郎 真的是一个 蛮奇妙的一个民族 三不五时呢 就会在这个创意上面 做出发想 推陈出新一些呢 推出来之后 很受欢迎 受到大家的注目 但最后一定被 骂翻天的活动 像是什么穿着高中制服 陪你散步聊天之类的 现在呢 又有一个新招了 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 体育座喝咖啡呢 这样子 绝对不是叫你去喝咖啡 看棒球这么简单 这个故事叫做听起来 很想去 但一定又被骂到歪掉 对吧 孝生哥 每次都听到的时候 女高孝生的时候 我们的雄慧就血脉喷脏啊 尤其有没有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的时候 有没有 简直是完全不能够自己 真的吗 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我跟你讲 这个在大阪 现在有一种新的 一种消费模式 那过去的时候 大阪不是有所赔税屋吗 赔税屋 对 就是你穿着睡衣 有没有 然后呢 那个人家妹妹穿着睡衣 但你不能碰她 重点是不能碰她 那你两个可以平躺在那边 躺着躺着 在聊天 等下 你是说这样是一个生意就对了 对 它是个生意啊 就是我叫一个妹妹 然后穿着睡衣 然后在那边睡觉 在那边睡觉 我还要给她钱 你还要给她钱 这样子 这样也可以啊 人家有没有 好歹有没有 陪你有没有 这样子聊天打屁 让你能够安然入梦 有没有 这有什么不好呢 这样这么好 对啊 所以这个还是要付钱 所以很受欢迎是吧 对 很受欢迎 结果后来之后呢 就一堆人去找人家穿睡衣 陪着你睡啊 对啊 没有错 这个已经快过时了 这就叫过时 快过时 因为现在有一种 最新的大阪流行的 一种新的消费模式 真的吗 叫做体育座 体育座是什么 各位会想到 什么叫体育座 试想一下 很多女孩子有没有 她们如果有没有 今天有没有 就要上体育课的时候 老师不要讲解 这位排球怎么打 篮球怎么运球 对不对 这女孩子就说 女生们全部坐下 坐下来的时候 姿势大概就像这个样子 把两只膝盖 往前一翘 可能手就抓了 这样是日本发明的新名词吗 这样就叫做体育座 因为她们高校女生的时候 坐下来就正常叫做体育座 我们一般都是盘腿座 交叉 但是呢 它不太一样 你知道为什么不太一样呢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要来 这个消费这个体育座的话 这女生一定不是 穿运动短裤吧 如果穿运动短裤的话 像熊哥你就不想去 打死也不会去 但如果穿的是迷迷群的话呢 穿迷迷群 迷迷群有点春光外泄的话 你就很爱 这像话吗 你这样子 就是说 这是一家咖啡厅 然后里面的小姐 然后呢 她就是做体育座的 这个姿势 喝咖啡 喝咖啡 然后你就可以坐到她对面 跟她聊天 又不是跟她聊天 是跟她聊天 不过重点来了 重点是 她虽然坐在那边 是一家咖啡 所以她不卖咖啡 她不卖咖啡 汽水也不卖 因为她什么饮料都不提供 那怎么叫咖啡厅啊 你自己带 自己带的啊 我跟你讲 她只提供妹妹的 穿的短裙 用体育座的姿势 跟你聊天 所以她从头到尾 她就要维持这个姿势 她脚酸也不能放下来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 我等一下明天要买机票 你去看一下 你要去实际考察一下 再来告诉我 到底看人家这样做的 你真的爽在哪里啊 嗯 满足你的意义嘛 对不对 我不懂啊 你平常没适合起来 去坐公车 或坐捷运的时候 我很少坐 像这样子坐下来的时候 你就看到那个 人家有那个女孩子 有短裙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些奇怪的遐想 你为什么都告诉大家 这种奇怪的事情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瑞德兄告诉我的 这都是日本教的生意啊 我都是采访至邱老师的 原来是这样子来的啊 是这样推的啊 我跟你讲 你知道消费多少钱吗 20分钟 2000块日币啊 哎呦 这样子大概是多少 大概561块台币吧 6700了 这样子 说实话 这不算便宜 这蛮贵 你现在看 20分钟你就500多块钱台币 你只能够 他就是维持这个姿势 你还不能碰他 又不能碰 你只能跟他聊天 然后 对 就这样子而已 对 而且一定要还要自己带 这样会被骂 这样会被骂